RPS对齐定位是工业界使用很频繁的一种对齐定位方法 产生RPS对齐定位的第一步是定义结合形体和点 这个零件可使用线框检测器来定义平面 这个平面用来锁住部件方向 圆芯用来锁住Z方向的移动,它被投印到平面 需要在叶片上旋去一点来锁住绕Z的旋转 这里使用了两点,这样可避免人为误差 Power Inspector于是切换到全屏测量模式,以便采集点 采集点后即可定义平面和圆 可使用运行单个几何元素选项来测取 下面就打开RPS对齐定位对话视窗 平面锁住的方向 圆锁住的Z轴移动,点锁住的Z轴旋转 零件对象后即可马上进行曲面检测 零件对象后即可马上进行曲面检测